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好,现在差不多了 我可以开始先 欢迎各位同学来出席今天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第一次搞的工程茶序 其实工程茶序纯粹是因为现在四点半了,明眼走 想和大家可以用一些轻松一点的手法 身为潜着,将我们一些工程的小知识和各位同学分享一下 叫茶序,我自己在喝茶,所以我先喝违境 希望你们自己都在喝茶 我先喝一下 哇,很重的柠檬味 很重的柠檬薑味,这是柠檬薑的茶包 现在开始了 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多谢你们的参与 其实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否现在 在读哪一年的中学 我想有个大概知道的 例如中1,2,3,4,5,6 你们大概是多少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现在我们的同事正在弄一个 投票键给你按 不过如果你告诉我中纪的话 我都可以方便去 遵復 那种程度 我看到有位同学跟我说是中4的 多谢你 我都当你们不是中6的,你们如果是中6的考试 我估计你们是中3,中4的 OK,今天也好,我希望深入淺出讲讲 今天的话题就是 首先我自我介绍 我叫Jonathan 我是Jonathan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的助理院长 是负责学生事务的 我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系的副教授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叫做生物难迷科技 这是我的研究相关的医学 我现在就可以开始 这个演讲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们由头开始 或者大家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荧幕了 我开始讲 我刚才自我介绍了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 然后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这个check room里聊天室可以讲 如果我看到你们的问题 我也可以看到你的问题 我也可以回答 然后 一会儿 如果其实我都尽量 我估计我会讲大概30分钟左右 因为这个都是tea break 我不会讲很久 但是如果一会儿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我可以留下 可能5-10分钟左右 我讲完之后去答答大家问题 或者期间有什么问题想问都可以check一下 如果我看到我都会答一答 OK 事不宜迟了 我现在开始了 这是我以前的一个背景 我都好像跟大家一样 大部分香港中学生 我都是香港读这个中学的 以前我都是读理科的 理科的 但那时候我们的年代不是ESC 我透露了年龄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是 要读9-10科 我读了10科的 我是那时候物理、化学、生物学都有读的 那个年代我们讲了附加数学 就是比较远的年代 然后 我去了外国读书 我是主修化学工程的 然后读了本科 石氏 然后是博士 然后回到香港 加盟了中大 做研究 我就是做纳米生物科技研究 所以稍后就会讲一些 那些中学生希望会明白的东西 OK 这个就是我所属的院系 就是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工程学院 这个工程学院是我们 高坤教授 在1991年那时成立的 至今都快了十几年 然后我们现在有六个学系 我就是属于第1个学系 就是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可以画给你们看 sorry sorry 等等 为什么可以 annotate 我可以annotate 哦 你們看到我的鼠標嗎? 我是身為醫學工程學系 我們是兩年半前創立的 然後是全港第一間 我們主要研究就是這些 如何將工程知識和原理好好運用 然後解決一些生物和醫學的問題 例如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其實遠至17世紀 我們開始看到有水銀的探熱針 接著聽筒、內規鏡 甚至近20世紀所發明的起駁機 還有很多不同的情像手段 例如說這是核磁、磁力的 主要是看你的腦和心臟有沒有腫瘤 或是在醫院按照CT scan 這就是看骨頭有沒有裂 這些一直以來是工程師或科學家 所發明的工具 幫助醫生和前線醫護 解決他們在病房中可能會見到的問題 希望可以改善病人的治療 當然那個年代我們沒有說 這個學科叫做生物醫學工程 但其實現在生物醫學工程 是比較近代的稱呼 這個學科叫做生物醫學工程 總之就是一些工具、軟件、藥 或者是一些自然界沒有的東西 但根據工程的原理 創造一些器材出來 幫助前線醫護解決問題 基本上就是這個意思 我個人來說是做一些納米醫藥 我覺得那時候很吸引我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因為我覺得生物醫學工程的研究 是可以 你如果發明一顆藥 這樣算 就可以幫助很多醫生去醫療更多病人 但如果你是醫生 可能是有限的病人可以接觸到 但如果有一顆藥 可以幫助很多醫生去接觸更多病人 我覺得這就是對於我來說 是對於生物醫學工程的研究 這是我們以前的一個舊生 我們以前讀完生物醫學工程 讀本科 本科之後 他發覺他自己對前線 對病人的工作更有興趣 所以他隨後就入了這個 他讀他畢業第一個學位 本科畢業之後 身為醫學工程畢業之後 他最後成為了一個中文大學的醫學院 做醫生 讀醫學院 然後畢業 他以後會做醫生 所以其實是很有趣的 但當然我們有很多學生 都最後不是讀這個醫的 畢業之後 例如去藥廠路做 或者繼續讀研究院 我給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是他的分享 他說生物醫學工程 就是希望可以用一些基礎性的原理 你掌握它之後 可以幫助去發明或者去設計 一些醫療的設施 然後就希望可以用醫療設施 去解決臨床上的問題 好了 今天的主題到 就是納米 什麼叫納米 你會聽到很多納米 市面上很多廣告 那些不同的人和你講的推銷員 和你講納米這個納米那個 這個納米呢 其實 納米就是 你看到一個足球 足球的直徑大概是11厘米 11厘米 就是這樣半徑 直徑就是22 直徑22 就是足球那麼大 如果你把足球那麼大的物體 擴大 擴大它 一千萬倍 你就會看到地球 這個就是地球的大小 但如果你反方向 把足球 不是放大 但縮小 一千萬倍 你就會看到一個納米粒子 這張照片是用電子顯微鏡去拍攝的 因為納米粒子 是你普通的 你在中學用的光的顯微鏡 是看不到的 因為太小了 所以你是用電子顯微鏡的東西 才看到 例如納米粒子 這樣 它半徑大概是25厘米左右 所以直徑是50厘米 這些是這麼大顆 所以其實納米粒子 沒有說過是 是代表納米粒子的蛋白質 納米粒子的材料 其實是沒有一個指標性的 純粹是說 一個長度的單位 但是沒有說過是一隻 一隻是代表著那種物質 本身是一個什麼化學 或者物理的現象 純粹是一個長度 OK 好 現在我也多謝各位同學 慢慢加入 現在我開始看到 大約有四十幾到五十個同學 現在我們剛剛開始了 你也不是錯誤了很多 我們現在才剛介紹 你叫做納米 所以你剛剛來到這一刻 恭喜你 這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納米是一個長度 左手面你看到的幅圖 是一個五十納米直徑的納米粒子 這麼小的東西 是普通的光學顯微鏡 看不到的 所以就是需要用一個 點子顯微鏡去看 所以是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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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好 接著就是 但是其實 我們生活中 經常接觸到納米粒子 其中一個我們經常接觸到的納米粒子 就是這個叫做TiO2的東西 就是二氧化碳 這就是TiO2 TiO2 我知道TiO2這個元素 我猜DSE化學考試 你比你讀 因為它是 你們好像要讀頭二十個元素 由氫去讀鈣 但是這個應該剛剛好就過了二十個 所以你就沒有機會讀 但是呢 TiO2 就是二氧化碳 這個納米粒子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種白色的東西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不同的生活用品都會有看到它的 這幅圖就是 你看到就是 橫軸 就是樓下這個XX的橫軸 你看到 就是很多不同的商用的用品 我們經常都會用的 例如說 牙膏 這隻牙膏 例如說 防曬 防曬箱 洗頭水 護髮素 原來其實裡面都會含有這種 二氧化碳的納米粒子 例如說 他們的中軸是什麼呢 就是說 中軸這個 就是說它究竟有 濃度有多少 例如說 每一個售賣的產品裡面有多少 這種納米粒子 你怎麼量度的 其實是有一個很先進的機 可以量度 例如說 你每一個元素表上面大部分的元素 都可以量度它有多濃 如果你有留意到 就是有時候 那時候前一陣子 可能一兩年前說到 食水有污染 就是有多少元 其實就是同一個元素 可以量度 只不過這次這個表 他們不是量度元 是量度太 這種化學元素 量度到 其實不同的 平時日常用品 你都會有機會接觸到 不過 你只不過他不會和你講納米粒子 其實是有的 對 例如說 防曬箱 你舉例 防曬箱是因為 你不想它去曬到 被UV光 即是紫外光去做到你的手 所以我們就是想去透過 你塗一層防曬的 這些二氧化態的納米粒子 它就在它表面 它就可以擋了某些太陽光 但是這些納米粒子 就不會太大粒 因為你不想它去 你不想它去 容易滲透皮膚 不然怎麼辦 有時候納米粒子 對身體有沒有害 就要看看幾大粒的納米粒子 還有那個納米粒子 是什麼化學的成分 所以你不想這樣做 那時候 就塗一層在上面 它應該的大小就是 它不會太大粒 讓它不會太容易滲下去 皮膚的表皮到真皮 會滲下去 所以這就是防曬的原理 這裡有一個 希望我播到這部影片 這個就是 我介紹給你看 這個就是我 我就在做這個 納米粒子 給大家同學看 這個納米粒子 我做給大家看 不是二氧化態 是金納米粒子 為什麼我要做金納米粒子 其實一會兒我也有個示範 我也有個實驗示範給大家看 其實你看到我現在就有了 這個 在鏡頭面前你看到這個 不是我的影片 這個就是金納米粒子 我先停下這段影片 讓大家注意 你看到我這裡拿著這個 這支管 有這些紅色的液體 這個紅色的液體就是金納米粒子 這就是恐怕第一天 第一次你會聽到 原來金納米粒子不是金色的嗎 其實它不是金色的 因為一會兒我會解釋 為什麼它不是金色 我先放在這裡 這段影片其實不是很長的 它純粹介紹給大家看 怎樣做到這些納米粒子 第一步我在片段裡面所看到的 就是我先煲滾了水 我煲滾了水之後 這裡你看到我煲滾水 我煲滾水之後 我就加了一些金的梨子 正梨子 正梨子 正三的正梨子 你也看到我現在在加 我很小心把金梨子的溶液 加到這個器皿裡面 就是這樣加下去 你記住它的顏色 這個金納米粒子 這裡還不是納米粒子 這個是梨子 梨子很小 梨子是小於1納米 可能是0.1納米左右 至少一個數量值 我加了下去 它就攪拌均勻 煮滾 然後我隨它煮幾分鐘 不,我等10分鐘 10分鐘之後 我又出現在鏡頭上 我又10分鐘過了 我又出現在鏡頭上 然後我這一刻 就加第二種化學物品 這個就是檸檬酸 Citrate Acid 檸檬酸是什麼 它是一種還原劑 還原劑的意思就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讀DSC化學 但其實你金梨子是正三的 加了檸檬酸 是一種還原劑 它就會把金梨子 給多了電子 所以它把電子 由三正減到零 變成金屬 你看到剛才在我解釋的同時 煲中的液體已經變成顏色 我再給大家看清楚 本來大家記住 剛才我還沒加檸檬酸之前 它是淺黃色 我現在把檸檬酸透明 透明 就是平時你吃的糖 有檸檬酸 放進去 它就還原了金梨子 讓它變成金屬 沒有任何蒸電荷 你看到同時的顏色已經開始變成了 它首先是黃色會不見了 變成透明 透明的時候是小於兩個納米左右 它就成了一個很小的核 一兩個納米左右 然後你看到現在變成什麼顏色 它變成黑色了 開始很深色 很深色的 就是當時已經開始形成了納米粒子的核 然後在外面 這些金的原子 在外面慢慢成長 長大 然後生長之後 最後變成大約15-20納米左右 金納米粒子 就是再沒有這個正電 其實你看到它的瓶的旁邊 它有一點紅色 我讓大家看看 你看到瓶邊有一點紅色 它代表現在開始已經做了 這個納米粒子做出來了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片段 告訴你其實這是很快的過程 其中一個最簡單做納米粒子的方法 就是它 大概變成紅色 好像走紅色 基本上好像走紅色 你看 我暫時停止分享 我現在跳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做好出來 這個點擊到為何沒有這麼深色 因為我溝淡了它才來見你們 我不算成功 因為我剛才在實驗室做的 我溝淡了之後 它大概是這樣 這個就是金粒子的色 就是紅色 不是金色 不是今年 回來跟你媽媽說 不是金色 我學到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很可愛 就是這樣 現在你們各位同學有問題 我現在看到 這就是我 我現在看到 這就是我 我現在看到 是哪一個管 如果你說剛才 我做實驗的時候 黃色就是真的 我加了這個 金正梨子的時候 是黃色先的 一開始 但是我加了還原劑 檸檬酸之後 就用化學反應進行 它就會變成金納米粒子 這個就會變成酒紅色 然後就說 然後就說 然後有個 同學問 請問這個防曬 是否那個箱裡 越少的納米粒子 是否更容易進入皮膚 是會的 是會的 所以有些防曬是這樣的 你不想它太大 防曬 但當然 如果我是 護膚品 調轉 其實護膚品裡面 有蛋白質 骨膠原的 都是納米那麼大的 蛋白質 dai 就是你當他們是10到11公斤 好像有蛋白質 這樣會容易進入皮膚 所以就為什麼 在美容公司皮膚的 所以從事就줘 會有說 在小皮膚的哪裏 會進入表皮 細胞的角質層細胞 進入真皮裏 還是會進入血管的身體裏 其實真的很視乎 你看看 那個產品 或納米粒子的特色 希望我回答到同學的問題 OK 我現在回去繼續 分享 等等 我剛才說到是 由於時間關係 當然我已經 做了納米粒子給大家看 其實這就是 納米粒子的顏色 左上角看到的圖是 金 這就是普通在街上買的金 在金店買的金 真的是金色 但是納米的世界 不同大小的納米粒子 原來是有不同顏色的 你看到三納米 或一、兩個納米 是看不到顏色的 是透明的 五納米真的很走紅色 五十納米開始淺 一百、二百納米 開始逐 很混逐 很逐 很逐 但是它是 放久一點 它會沉在瓶底 因為金 對 金的密度 是比水工十九倍的 所以它會沉 因為地心吸力的影響 帶動之下 吸引之下 金納米粒子 如果帶來 五十納米左右 放久一點 在瓶底 你會看到它慢慢沉在瓶底 不過這間公司 買一隻納米粒子 那時候拍了相位 拍漂亮一點 他就沒有拍他沉的樣子 他沒有沉 但他慢慢沉在瓶底 但是二納米、五納米、五十納米 你不會看到它沉 真的和大物理有關 F等於MG 地心吸引有關 銀的下面 你會看到上一行是金 金的普通 我們日常生活看到這個大小的金 和納米世界看到的金 就是上一行 下面那一行就是 我們平時看到的銀 真的是銀色 如果銀的納米世界 看到銀的納米粒子 原來都會有不同顏色 視乎它的大小 所以就 黃色和橙色的納米粒子 如果是真實世界 看到這個很大的銀 是相差很遠的 顏色 其實我想說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在大英國物館拍到的 這是一個歷史文物 他是在說第四世紀 那時候 羅馬帝國 他們喝水的杯 你看到有個人 然後他後面 左邊你看到紅色的杯 紅色的 那時候 祖杯的工匠 其實他放了一些金納米粒子 所以如果光射它 你會看到它是金色的 那個杯是金色的 我剛才給你看這些 當然 古羅馬時代 他當然不知道 那個叫金納米粒子 金納米粒子第一次有一個科學家 他真的會好好認識 納米粒子的物理性質 去到十七十八世紀 英國的科學家 法拉第 是他第一次去研究這些納米粒子 去推出他為何不同光的波長 去射入金納米粒子 會有不同的吸收 這個比較文理 這個原則 是十八十七世紀 才開始說 但是羅馬世紀 四世紀 古羅馬時代 是不會不知道 他無意無蹤地 將金納米粒子放入杯裡 還有如果你有去過巴黎 其他歐洲的城市 那些教堂 那些窗 都有很多不同顏色 如果你看到 有些紅色的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 用金納米粒子做出來 越來越霜 那些納米粒子霜入窗 玻璃裡 就覺得很光 為何不同顏色 那麼想心悅目 因為有納米粒子在裡面 想告訴大家 金納米粒子都會看到 有些建築物都會看到 有些裝飾也有 為何會這個顏色 為何不是這個金色呢 這個可能要回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這個 DSE化學 其實他沒有這樣教你 為何是紅色 其實就是說你這個金屬裡面 你這個金屬裡面 每個原子 就是原子 原子裡面就有一個 核 核就是你在中間 但是那個電子 特大負電 它就會在它周圍 一個軌跡 游來游去游走 都會運行 如果你是一個金屬的話 很多時候這個電子 它們會有這個方法 不是經常貼著正電中間的核 它有時候會去到另一邊 去到另一邊 它們之間是會 這些負電的電子 這樣互相 怎樣說 在互相的震動 這個震動的時候 是不一定經常貼到原本 它本身跟著正電的原子 這件事就是 所謂第一次 我們這個現象叫共離子 就是PLASMON 共離子 意思就是如果你是有一個光 如果將來有一個光 是你射下去這一堆正電的核 和負電的電子 那時候就會是 你就會看看它射下去的光的波長 是否和 在背後的電子 就是這些負電的電子 它本身在飄移的時候 在震動的時候 那時候的波長 是否有這個共鳴 如果它本身在震動上 它有一個互相配對 是對的 換句話說 它的光 雷射 電磁波 如果你射下去這一堆 這些原子 而這些原子 而這些背後的電子 它的震動 是和你射下去的雷射的光 波長 是吻合的話 就會產生這種 所謂的表面 SPR的現象 就叫做表面共離子的震動 這個表面共離子震動 如果在一個納米粒子裡 發生的話 我們就叫做 就是這個LSPR 為什麼關什麼事呢 就是 如果金納米粒子這樣說 其實它那時候 為什麼會紅色呢 就是因為 它那個金納米粒子 裡面的金的原子 附近的原子 那些電子 這樣飄來飄去 它那個飄的頻度 如果剛好你射一個光 那時候 它是會吸到 藍光和陸光的 所以 你看到它為什麼是 這個 紅色 就是因為 它沒有了這個藍光和陸光 它吸到 它的紅光它不吸 所以為什麼它會紅色 就是因為 剛巧 你射下去的那支光 藍和陸光的部分 是和它配對的 和本身的電子 是配對的 所以它會吸到 但是它那個 紅色的光 它跟它不配對 所以它會吸到 就散了 所以你看到是紅色 所以為什麼金納米粒子 是紅色的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剛才我說 我看到 羅馬杯 還有你看到 這些納米粒子的例子 全部都是說 球體狀 就是球狀的納米粒子 圓形 好像一個波 但其實現在我們的納米技術 材料的製品 是開始先進的 你現在看到 這些是一些 電子顯微鏡的相片 大概 我指給你看 這裡到這裡 比例尺是100納米 就是比例尺 100納米 你開始看到 是不同形狀的 納米粒子 都可以做到 例如是一個正方體 例如是六角形 六角體 五角體 三角靈 靈鏡 甚至這個更好笑 這隻狗骨 狗石的骨頭形狀 啞鈴的形狀 甚至這個納米線 很長的 很幼長 都可以做到 製備出來 而這些不同形狀 不同大小的納米結構 都會和光有不同的相互作用 所以它們都會在不同的波長 會吸到那些光 所以它的顏色都會不一樣 例如我們自己的實驗室 都可以做 例如說 除了我們可以做一個金的波 我可不可以做一個金的殼 也可以 中間不是金 外面那一層是金 你也可以做到 或者我可不可以在中間一個金的殼 塞金的波 可以嗎 也可以 你可以做一個金的頭球 在中間 中間不是金的元素 最後放一個金 也可以 銀也可以 甚至金的波 中間 只有銀在外面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其實有一個比大家粗力的印象 就是現在納米技術都很成熟 我們可以做到一些比較複雜的 納米結構的大小 或者不同的化學元素 的配對都可以做到 這個就是我 我們是否正確做一個 我們覺得很好玩的一個納米結構 就是這叫納米蟲 納米蟲 納米蟲很有趣 你看到嗎 納米蟲 大概有四到五個納米 四個五個納米波 就是剛才我們煲出來給你看的 就是這些 大概我們可以做到 就是將一二三四五 變成一條蟲 只要把多巴胺的分子 多巴胺的分子 加進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條蟲 是否有趣呢 如果加進去多巴胺的分子 攪拌久一點之後 它就會形成一層 很有趣的大分子 即是Polymer 索膠的膜在它門口 在它表面 很有趣的 它就不會散開 因為你保護了它 這層的外殼 它可以幫助納米蟲爬入細胞 細胞很喜歡看到它 它會這樣進去 細胞吞進去之後 它會散紅光 你可以用暗場的 暗場散射的拍攝手法 可以看到它 那些納米蟲放在紅光 但是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是這些納米蟲 它就會在近紅外 808納米左右 會吸很多光 這808納米是近紅外的波長 如果你射光給納米蟲 在這隻波長射下去 它就會吸掉它之後 它就會散熱 所以現在這條界面 探討其中一個方法的手段 就是可不可以 將這些納米蟲 或者納米結構 給一些癌細胞去吃 如果癌細胞吃了這些納米蟲之後 它就可以煮死它 首先你把癌細胞吃了納米蟲 納米蟲走進去 然後你外面就用這個光去射細胞 然後納米蟲在細胞裡面 吸到這些光 然後將它變成熱量 釋放出來 釋放出來的熱可能會煮死 所以這就是光熱的化療 光熱化療現在開始慢慢發展 所以就說 為何我們要關注這個納米材料 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金納米材料 或者共美納納米材料的應用 很有趣 就是這樣 它就是納米蟲 你看到它進入細胞裡之後 它就會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看到這個就是一個細胞裡面 如果你未見到一個細胞裡面的形狀 NU就是細胞核 CY就是細胞質 然後細胞質裡面 你看到一條條蟲 你看到金納米蟲 然後外面有一層暗的膚色的外殼 包圍著它 讓它保護到納米的粒子 不會散開 它就像蟲一樣 很有趣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 如果你射一些近紅外光 它會散熱 散熱之後 就可以煮死一些銀細胞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的實驗室現在很有興趣去研究 這個金納米蟲的結果 在細胞形容方面 是最新研究的成果 很有趣的 現在你看到這些 大概是15納米的粒子 其實 金納米粒子最好玩的就是 它是有顏色的 所以現在本身就是 你記得它是什麼電的 金納米粒子本身是沒有電的 但是由於我用檸檬酸做的關係 金納米粒子的表面有檸檬酸 所以 檸檬酸是負電的 所以 金納米粒子的 高核本身沒有電 但是它外面 貼了一層負電的檸檬酸分子 在它表面 所以 同性相吸二性相距的關係 本身納米粒子之間 分得很開 大家不想走在大家 但是我現在要做一個簡單的實驗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如果我在這些納米粒子 這些就是納米粒子 如果我加點鹽水下去 其實是生理鹽水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紅色的 這個就是金納米粒子 如果我加點鹽水下去 和大家面前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鹽水就等於 你平時看到的鹽水 就是鹽來的 煮食用鹽來的 就是這個綠化蠟 我把它加進去 現在你看到我這些是鹽來的 我加少鹽水下去 黃金納米粒子 在這裡 你看到我這樣做 各位看不見 希望你看得到 如果你看到 如果我加了鹽水下去會變什麼 吃呢 現在我這樣加下去 不好意思 先對著鏡頭 我先把你拿回來了 我現在加鹽水了 1 2 3 我再加了 你見到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你見到顏色是不一樣的 你見到現在變了什麼顏色? 你見到現在變成藍牙紫色 剛才你見到的紅色是消失了 取而代之現在變成藍色和紫色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因為鹽水裡面有這個 現在沒有紅色 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呢? 我給大家一個提示 我先試一下 本來這就是我沒有加鹽的 金藍牙粒子 紅色的,對吧? 剛才我加了鹽水之後 加了綠花蠟之後就變成這樣 變成藍色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鹽水裡面有正的 垃圾子 正的垃圾子 也有附近綠圾子 金藍米粒子本身有檸檬酸 它是負的 所以它們跟異性相拒不會走在一起 但是我加了有含有正的 這個垃圾子之後 這個原本兩個 納米粒子之間的 雙距電池 電荷上的雙距就會沒有了 因為正電那個 中正的垃圾子 所以兩顆納米粒子就會黏在一起 本來它們是分開的 在水道的時候 因為它們是負電的 你加了正電的 垃圾子之後 正電的垃圾子之後 就會將它們之間的 雙距力 消除了 所以它們黏在一起 走在一起的時候 就不同了 因為它們不是變成15納米那麼大 現在變成30-45 就越來越大 如果除了納米的結構越來越大 那時候 它跟光的相互在 物理性質也不一樣了 也不一樣了 那時候 你看到它就不會再在某一個波場 本來如果它還未加鹽水之前 大概在520納米左右 就會吸最多的光 但是它現在加了鹽水之後 B 剛才我做了小 它是去到7-8-8-8 所以 它現在的顏色 跟以前是不再一樣的 你看到 所以 現在它出來的顏色就是這樣 因為它不再在520納米的光 吸得最多 反而它就去到7-8-8納米才吸得最多 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 金納柳子是一個很方便的 一個鹽的生物探測器 是不是 你看到它沒有鹽 你加下去 它顏色會變的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它會變 所以你會很容易用肉眼看到 究竟有沒有鹽 是 一會兒我想跟大家講下去 就講一下 不同的分子的大小長度 其實上課會跟你們說 這個細胞 紅血球 都是細胞 它們大概是7的微米 就在這裡 微米 但是 如果我們去到這個納米粒子 就在這裡 其實納米粒子很大 就是從這裡1納米去到100納米左右 叫納米粒子 剛剛這個 一個箭咀比較特別 它就是 你平時在中學的時候 用光學顯微鏡 通常看到的東西 就是200納米左右 或以上 換句話說 這個箭咀的右手 這些東西 你們平時在中學的顯微鏡看到 但是 如果你是小的 這個箭咀的左手 你們是普通顯微鏡 看不到的 當然包括納米粒子 然後我想 剩下一點時間 我想說DNA DNA 不知道你們沒有DSE生學學的同學 可能會知道 它是一個雙螺旋結構 這兩位 就是當年發現雙螺旋結構的 英國的科學家 他就拿到諾貝爾獎 1962年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發現了 這個DNA 本身的結構是兩條 不同的序列 然後他們互相因為雙互狀 走在一起 他們的直徑 就是兩納米 所以你看到 很小很小很小 兩納米 其實沒有程度上 你可以跟別人說 我今天聽了一個納米的演講 什麼叫兩個納米 納米幾大 一個納米大概就是 你的DNA的半徑 兩個納米就是它的直徑 他們之間 不知道你們是否知道 例如說 它納米的DNA有四隻 简基 有A、T、C、G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說過 例如說 這是T的結構 和A的結構 它們之間會發生輕建 即Hyrogen bonding 它們之間會走在一起 C和G都很喜歡走在一起 反而我不會C和T C和T 或者G和A 不會走在一起 但是T和A 會走在一起 因為它們有輕建 C和G都會走在一起 它們有三組輕建 有問題 我先回答一下問題 不好意思 剛才你說 銀細胞吃了納米蟲 輸入光線 讓納米蟲加熱去殺死細胞 會不會有機會殺死其他細胞 這位同學真的很好問題 我覺得以後你會很適合這班 這是一個好問題 即是說 如果這個納米蟲 進入了一些很細胞 那怎麼辦 你殺死它 你說得對 所以如果真的要這樣做 我就真的要歡迎它做到這個標靶藥 就是 癌細胞和健康細胞 細胞的膜上有不同的受體 如果我知道癌細胞對於某一隻受體 會過度表達多一點 我就可以怎樣做 就是納米蟲上面 我會貼一些把 貼一些配體 所以 這條納米蟲就可以 因為我知道 癌細胞膜的構造和健康細胞是不一樣的 癌細胞上面會多一些受體在上面 而我知道這個受體喜歡什麼生物分子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隻癌細胞表面的生物分子 如果我多一些貼在納米蟲表面上 納米蟲就會懂得選 就會更加高的機會 去到癌細胞上面 不會去到正常細胞膜那麼多 所以這個問題非常好 就是這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 他說 究竟那個 OK 有人有同學問 究竟這個 究竟這個納米粒子的顏色來源 是否本身是因為有正電還是負電還是什麼 OK 我再說一次 納米粒子 他那個金納米粒子來講 我們一開始第一步做的 是梨子 金梨子那時是正電的 正三電的 那時是淺黃色的 後來我加了還原劑植檸檬酸之後 他就慢慢變成這個酒紅色 酒紅色就是 白酒紅色的金納米粒子 是一堆金的原子黏在一起 變成一個納米那麼大 他本身是沒有正電 沒有負電的 因為還原劑作用 由三加 三正到一零 但是由於還原劑 他加進去的時候 他洗不走 所以他有一些還原劑會黏在 金納米粒子的表面 那些檸檬酸分子本身是負電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金納米粒子本身是沒有電的 但是由於我製備的過程中 我需要用到這個檸檬酸 讓他的表面變成 黏了很多洗不走的檸檬酸分子 他就變成負電了 所以其實是負電的意思 希望這位同學答到他的問題 是的 OK 有個問題問 有個同學問 請問這個納米粒子 它有這個 波長 紅耳 由這個500納米到700納米 是不能夠抗疫的 會不會可以轉回頭 對 在這個剛才的反應 就是同學問 如果有這個金納米粒子 加了鹽水之後 變成藍色 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不能走回頭 即是不能由這個藍色去紅色 對 這個恐怕是不行的 對 好 我現在繼續說回DNA 已經說到 OK 為何我要說這件事 因為 下課題就是關於這件事 就是 如果我有一個金納米粒子 現在的納米技術 可以有一個方法 把DNA 貼上金納米的上面 剛才我所說的 剛才這個金波 我們做了 這個電子顯微鏡 你看到金納米粒子波 上面黏了很多不同的DNA 在上面表面 DNA每一個直徑是兩納米左右 所以 你外面看下去 它好像是一個3D球體的DNA波 這個DNA波 DNA在這個顯微鏡 你看到一層白色的東西 在外面就是這層DNA 它就變成了納米結構 你看到我好像砌LEGO 砌植物一樣 金納米粒子在中間 那次貼很多不同的DNA在外面 變成一個DNA波 這個DNA波可以做診斷用 我解釋給大家看 你有兩種不同的金納米波 一種金納米波 我表面會貼 藍色這個DNA的敘列 第二隻波 表面不貼藍色 我會貼紅色 第二隻不同的敘列DNA在上面 好玩之處是什麼 如果我把敘列在藍色和紅色的敘列 我清楚是設計都很準確的 遇到一條DNA在細胞裡面 或者在一個溶液裡面 那麼巧合 這個就是綠色這條 如果它可以和第一隻波的藍色的DNA配對 剛才我說的輕健配對 其中一個部分和第一組的DNA配對 而DNA的另一端和第二組的紅色的DNA配對 其實就是說綠色的DNA 將兩組藍色和紅色的波 拉在一起 如果它拉在一起 你看到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由紅色變成藍色 因為它拉在一起 本來它的波是負電的 你記不記得 金納米波本身是沒有電的 它附近有檸檬酸酸 它也負電 DNA也是酸 脫氧和酸 所以它也是帶負電的 所以DNA包裹著金納米波 都是負電的 本身不會走在一起 DNA包裹著金納米波 都是紅色的 如果在水裡面的話 但是如果你加了目標的DNA 就是我想診斷 想偵測DNA 我想知道這個可能是癌的DNA 可能是新冠肺炎的DNA RNA的排序 我想診斷偵測它 如果我用這個很簡單的配對手段 我將兩組不同的波 放在一起 如果兩組波 拌勻了和生物樣本 從紅色轉變成藍色 或者其他顏色 我就知道 有沒有這個 我想偵測DNA 或RNA的材料 所以這是一個 基因方面 很準確的一個 傳感器 這個偵測器 這個實驗 你會看到 我不會太複雜地說 你會看到 藍色和紅色 藍色之間 就是因為加了DNA 加進去之後 所以兩組波就合起來 變成藍色 但我怎麼可以變回紅色 就是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問題 它變成藍色 就是會分開 在這個情況下 是可以分開的 只要煲滾它 到58度或以上 為什麼 因為本身A和T A會黏著T C會黏著G 這個配對的過程 是因為它有輕健 輕健是一種可以還原的 一種可以 受過加熱的狀態之下 它可以拆散的 之間的使用作用 所以如果我是用這個 方式去感測到 有綠色的DNA 我加熱它 那組第一組的藍色波 跟第二組的紅色波會分開 所以顏色就會由藍色變回紅色 所以 它的意思就是 當你知道你夠熱的話 是可以變回紅色的 但是如果你的DNA 例如說這裡 它是差這麼一個件 它就會換句話說 它由藍色轉紅色 怎麼樣? 溫度上就不需要提高 可能40多度 30多度就足夠 因為本身第一組波 和第二組波之間的傷亡 並不是那麼強 所以我想沒有的 可能你會覺得很複雜 其實不是的 很多時候這個科技 已經可以在市面上有受 其實這個科技 就是能量到不同的基因的排序 一個興建之間的差異 都可以準確地偵察到 這個就是DNA 包裹著納米波的作用 最後我想說多一點 因為最近你知道我們新冠肺炎 這個試藥全球 究竟這個病毒怎麼來的呢 病毒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有病 是因為這個病毒很厲害 它會很厲害地侵染了人類的細胞 然後它就會怎樣說 將細胞裡面這些RNA 就可以當它看到人類的細胞上面 有一個仇體 它之間有一個配體之間有一個配對作用 這個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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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細胞 就把細胞包裹著的RNA 注射進去人的細胞 那人就會開始複製 複製之後就會開始流生病 所以這段時間想說的是 還有我想說這件事,先說回這裏 我想告訴大家其實病毒是什麽 這裏,想告訴大家其實這是新冠肺炎病毒卡通 這大小大概是100納米左右 所以其實是納米世界,為何納米和生活息息相關 為何我們要關心的納米科技呢? 因為病毒本身是100納米左右 它外面有些蛋白質在外面黏著 蛋白質是S蛋白質 S蛋白質是幫助病毒感染到人的細胞 就是靠它這個S蛋白質貼在肺內的細胞 細胞上的受體 綠色是什麽呢? 綠色是病毒中最毒的來源 它是新冠肺炎病毒,為何是冠狀病毒呢? 因為它好像是皇冠 你看到嗎? 它是這樣的 例如你看到這幅圖上是美國照片拍到的 冠狀病毒進入人類的細胞後 它慢慢走來走去 感染的過程就開始了 你看到大約100納米的波這麼大 中間的RNA就是為何會有病 我想告訴你 有個同學問 有什麽力量去把兩個納米粒子黏在一起? OK,我解釋得清楚一點 如果剛才講到這裏 如果你說我這個例子 金納米粒子加了鹽水之後 就是電的雙互座 因為它本身是兩個負電和負電的納米粒子 不會走在一起 如果走在一起之後 它就會是因為加了這個 綠化鈉 納離子是正電的 它就將它本來的納米粒子中間的負性 電荷的雙距打破了 所以它就會黏在一起 這就是這個 靜電的相互座 但是我剛才講到這個探測的基因 就是因為本身 這個納米粒子上面是有DNA的 DNA 為什麼會走在一起呢 因為它藍色DNA會黏著綠色DNA的一部份 紅色DNA會黏著綠色DNA的另一部份 它本身走在一起就是因為有這個興建 興建就是 A和T之間 和C和G之間的相互座 希望我回答到剛才的同學問題 OK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關心生物藍外科技 因為現在這個疫情 所以你知不知道 你們和爸爸媽媽最近有談這個口罩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 口罩問題有沒有討論過 究竟普通的這個口罩 還是需要的N95口罩 N95口罩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可以擋到一些 95%以上的病毒那麼小的 就是這些100難以下的 那麼小的孔 孔是很小很小很小 病毒那麼大的都會不會進入 所以為什麼前線的醫護 他們會有時擔心物資的短缺 就是因為有時N95口罩提供 會受到受壓的 因為全球是虛弱的 每個醫院都不足夠 如果你是對於生物藍米科技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有助你去研究這個口罩 因為你就要懂得如何控制到 納米的膜 口罩上面的不同的材料 孔就要控制住 是小於100難以下的 你的病毒就不能進入 希望清楚了 OK 講回DNA波 DNA波就是這個東西 DNA波其實本身也很像一個病毒 它也自己會進入細胞 為什麼這麼說 如果你想想它本身是一條單根的DNA 因為它本身是負電的 DNA我剛才跟大家介紹 它是負電的 細胞膜 就是我們病毒感染的細胞 細胞膜 其實都是負電的 因為它有輪酸 所以它是負電的 是輪子 就是輪脂 脂肪的脂 輪脂 因為輪是負電的 所以 普通來說 一條DNA 就很難進入細胞 但是很有趣地 如果把DNA的納米波 變成一個球狀 變成3D球狀的時候 它就像一個病毒一樣 很容易進入細胞 就算它負負電極的雙距 也輕而易舉地進入細胞膜 進入細胞 你看到這個球 我剛才介紹給大家 它大概20納米左右 這就是細胞膜 如果你想怎樣看 這是細胞的一部份 這是電子顯微鏡的照片 裡面有細胞屈 細胞膜就是這一層 細胞膜的中間 這裏有一個小孔 這個小孔 負責將DNA納米波 內吞到細胞的方法 你看到兩個金納米粒子中間 那層DNA是拍不到的 但金納米粒子清楚可見 它就進入這個孔 細胞膜上的孔會內吞 納米粒子進入細胞的範圍 我現在畫了這幅圖 就是不同的納米粒子 DNA造的納米粒子 就會被細胞進入 待會我給大家一出題 剛才提到同學都關心我的癌症問題 這幅圖是怎麼回事 我就準備和我分享這幅圖 這幅圖是 頭下有細胞膜 細胞膜就是這樣的 然後它有不同的受體 就是Receptor 受體 大概是6納米闊 如果我想怎樣可以 標靶到癌的細胞道 我怎麼做呢 就是我有一個納米粒子在中間 然後我外面有貼不同的材料 它的末端就貼了一個配體 這個配體是多態來的 配體可以跟受體之間有個雙互象 會吸著它貼著它 換句話說你好像一個八爪魚 它是一個納米波在中間 但它門口伸了很多不同的手和腳 牽手觀音 它有很多不同的配體 它就可以同一個波 有很多個 同時兩三三幾十個 不同的配體 跟很多受體 細胞膜上的受體 同一時間有生活作用 這個 納米結構 整個這樣下去 大概30納米左右 你看到它是大 比普通的受體大的 所以說它在一個波 可以捉緊幾個受體 同一時間有生活作用 所以就是靠這個 機理 在這些納米粒子 怎樣進入細胞 所以剛才說新冠病毒也是這樣 新冠病毒的表面就是 剛才說的S蛋白 S蛋白也會侵染到我們肺的細胞 這個叫做ACE2的受體 同一時間就是這樣 透過細胞內吞途徑 這樣侵染了我們身體的肺部 我們也有研究 如果不是納米波 是納米棒棒形狀 那時候 發覺原來它會轉彎 它一開始跟受體有雙毛作用 它會打平衡 但是它進去那一刻 它就是垂直地進入 所以它90度轉彎才進入細胞 為什麼我們這麼關注DNA納米波呢 是因為我們對於一個病比較有興趣 就是這個心血管病 心血管病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對於這麼受世人關注 因為過去15年根據世衛的資料 是全球的十大死因來講 排第一和第二 包括這個 中風 以及包括心臟心臟病 兩個都是最厲害的 死得最多人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關注這件事 為什麼會有這個 那麼容易中風 其實中風是什麼回事 就是你腦中有很多微絲血管 如果你有發炎 就會衍生出 有一塊 斑塊 不是宿米斑塊 斑塊 斑塊 斑塊會堵塞了血管裡面的血液流動 所以那些氧粉和氧氣 就不可以很正當地輸送到你的需要 所以那一刻就會是腦中 現在通常來說的手術室要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俗稱風波 就是你把氣球放進去 然後讓它膨脹 它可以打散 這個斑塊 另一個方法就是用一隻開刀 因為最近我們的實驗室就開始研究 DNA的納米波 有某一個方法可以去 標靶這些斑塊裡面的細胞 最近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 就是如果你在DNA的納米波 DNA的納米波 你將它在一個靜脈的注射到老鼠 我們還沒有做人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有些藥 在被人肉吃之前 我們在動物開始做 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走 你還沒打開分享鏡頭 是嗎? 還沒打開分享鏡頭? 好 多謝你提醒我 為什麼還沒打開分享鏡頭? 這裡 看到沒有? OK了 謝謝 剛才我這樣說 會不會分享鏡頭? 不要緊 剛才也不是說太多 只是說中風和冠狀病 因為有很多斑塊 積聚在這裡 斑塊積聚在這裡 養分 氧氣就不可以 透露 所以剛才醫院怎麼做? 就會通波 或者做手術 但是這也是 侵擾性太大 我們認為 因為要開刀 可能病人也不太想 如果在納米世界 我們有一個方法 理想就是納米波 在靜脈注射到病人之後 它會自己走到斑塊 被斑塊吸收 耐吞了之後 然後把藥帶過去 希望可以殺死細胞 那就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實驗室研究的方向 最近我們發現 剛才我講了很久 DNA的納米波 包括納米波 是有這個特性的 因為 可以經過 我是在老鼠做預先的 如果我們加上老鼠的尾 為什麼是尾? 因為老鼠的靜脈在尾身上 我們人沒有尾身 老鼠是有尾身的 我們做動物實驗的時候 將靜脈注射了這些DNA的藍米波 它就會游啊游啊游啊 去到心臟和大動物 它就去到斑塊 30分鐘之後 注射30分鐘之後 就會有效地團聚在那裡 這裡你看到紅色很大的 很強的螢光 就是我們注射了含包有螢光標記份子的DNA的 所以就有一個納米波 去到納米粒子就去到心臟和大動物 希望我們現在繼續這樣做 如果我們可以去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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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療效呢 現在我們的團隊還在很努力這樣事業 其實就是 剛才想說回 大概一個納米粒子 它大概是30納米左右 我剛才想說 可能我剛才忘記 分享這個 其實我想說這個 可能剛才同學大家看不到 我想給大家看多一次 因為我想標榜一個瘦體 細胞膜上有瘦體 瘦體大概6個納米左右 如果我是一個波 大概是30納米的 我可以同時有很多不同的配體 和瘦體之間有相互作用 促成到細胞膜內吞了這個納米粒子 所以其實30納米就是 我們說起來好像很小 因為我們說顯微鏡看不到 200納米以下的東西 這麼小怎麼看 但是如果在細胞的角度來說 其實是很大的 其實在細胞來說 它是很大的 因為你看到30納米粒子的納米結構 同時跟很多的瘦體有相互作用 所以回到這裡的例子 如果我是一個3納米粒子 它也很大 不只是比細胞來說很大 但是它比起你那些普通的化療藥 藥的份子也很大 舉例這麼說 一個紅色的球 可能是2-3納米左右 這就是你一個有效的化療用的藥物 如果我可以把它打包 成為一個30納米的這麼大的這個球 我也是這樣說 30納米好像很小 但是你比起藥物分子來說 這個30納米就很大了 一百一千一萬不同數量的疗效的化療 藥物的份子 包裹在30納米的納米波裏面 就變成納米炸彈 你就可以同時間 把這些納米的 這個納米波是一個載體 它承載著很多這些小小的醫療分子 去到你癌症也好 癌腫瘤也好 你種風的動物續養斑法也好 你去到那裡之後 希望可以釋放這些分子 這就等於我們 古希臘的 歷史 就是這個 木馬屠城記 相信大家有看過 現在在這個情況來說 每一個兵 每一個士兵 就等於是 你的小份子 但是那隻木馬 就是你的納米的粒字 就是30納米 因為它同時間 把很多士兵藏在木馬裏面 就好像一個 整個木馬 困在城堡裏面 這人就是 那些士兵偷出來 他進去的時候 很多士兵藏在裡面 就等於比例就像是這個納米波 裝了很多很小的份子 所以其實 30納米香港好像很小 其實已經很大了 對於藥的份子 比起細胞來說 它很大 比起藥的份子 它也很大 這件事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做納米醫藥的領域來說 第一個 是 美國藥檢局通過的藥米藥 就是 抗癌藥 是1995年正式在FDA 藥檢局正式通過的 專門用來治癌的 這個結構就是 這張照片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納米波 大概 我猜50-70納米左右 這個比例尺是100納米 所以這個波的大小是小於100納米 那些藥的抗癌藥就是這個份子 很小的 這個可能是2-3納米很小的 塞在100納米的波 這個70納米的波裏面 然後塞在 然後 最後經過了很漫長的人體試驗 終於是1995年成功地得到 FDA的驗證 然後就是推出市場的1990年 現在的專利已經過了 所以現在很多時候 如果是這個癌症可以用這個藥去醫 其實就是在病人上直接去註射它 這兩個納米粒子 納米就會裝著藥 整個重磅炸彈 就會去到癌的細胞 所以這是我們的領域其中很重要的 這個指標性的理程碑 所以我就開始 完結我的分享 其實我想說 剛才講了很多 我認為很有趣的生物納米學 希望大家如果以後可以在中學的時候有機會 即是去到生物大學的時候 希望大家有這個興趣 因為我是從事一個 標靶藥這個研究來講 我們是需要用一些工程的知識 去知道這個怎樣去設計一個最佳的 納米藥 納米的結構 究竟是形狀方面 就是一個球體正方體 一個板棒型好 它裡面 裝著DNA在外面好 裝著藥在裡面好 裝多少 正電或負電 究竟這些東西 細胞看到不同種類的納米粒子 它喜歡哪樣不喜歡哪樣 這些其實是有效的 科學家共同努力 不可以發掘 進去細胞之後 不止 其實剛才我說的是細胞 其實我想說如果是給老鼠給人是怎樣的 其實你首先是打針 打針去到那個人 經歷納米藥就去到心臟 心臟就去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器官之後 例如我去這個 我想去這個 種脈不足的斑塊 我先去到大動脈 去到大動脈之後 去到斑塊裡面 去到斑塊裡面 我要找到細胞 我要找到細胞 例如說這是一個巨吞細胞 就是我想用的目標 想去專門消滅的細胞 因為是它吃了很多膽固醇 搞到斑塊形成 所以我很想消滅了這個叫巨吞細胞 但是我進去巨吞細胞之後 球要進入細胞 還要將裡面的藥 就是士兵釋放出來 士兵流出來 在細胞裡 產生生化學的效用 生物學的效用 其實你看到是一層又一層又一層的研究 是需要繼續努力的 就是說 它去哪個器官 去哪個器官之後 器官裡面的哪個 去血管 還是去不同的淋巴 去到這器官裡面之後 是不是去那個血管的細胞 還是去那個雷神細胞 咀嚴細胞 癌細胞 但是幹細胞 最之後就是 它怎麼進入細胞之後 怎麼走 這個需要大家慢慢去知道 這個就是很多不同的DNA的藍米形狀 好像這個 它是有不同的形狀 好像藍米棍 或者它好像一個 或者不同的中間可以真空 中空的 有個洞在中間 它可能可以裝藥在中間 或者這個就是剛才我講了很久的 這個金藍米粒子的門口 外面有很多DNA的結構 BNA的黏在上面 它怎麼進入細胞 其實是很有趣的 因為它全部都是自己適合 好像病毒一樣 雖然它是負電 都可以進入細胞 因為它們可以 跟我們 細胞上面一個叫做清道夫手體 這種手體之間有一個很強的相互作用 所以就沒有了 這些就是我整個團隊 他們在過去五六年在香港中文大學 幫我做了很多很有趣的發言 我都很感激他們對我的支持 我都知道其實 這個環節都差不多 我知道各位同學有問題想問 我首先將這句演講 並不可能來講 我們只是在家中文大學 所以我們也是在��드릴게요 所以我在家中文大學 就是最近,你就是大學會 所以我們可以教學會 做室友,大學會 所以我們就要進入 伊套球場 去表演 去表演 所以我們說 現在我們走進去 幾乎 去表演 找